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根據多家外媒的報導所說 美國政府開始要制裁中芯國際 其中路透社還取得了美國商務部所印發的一封銜件 裡頭寫道 從今天開始 向中芯國際供應某些設備的供應商 必須要事先取得出口許可 換言之 美國政府就是要緊握中芯國際的咽喉 限制美國企業向他們供火 其實這招 之前圍堵華為的時候已經用過了 但是究竟這個消息是否屬實呢 美國政府方面暫時不治可否 但中芯國際方面說 未收到美方的相關消息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似乎就已經打定輸數了 他在昨天的環球時報社評當中寫了一篇 標題就叫做 中芯國際都被美國瞄準了 中國怎麼算好呢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就算這個消息是否屬實也好 其實美國政府要針對 這個中芯國際 其實就已經有手影了 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就曾經表示 正在考慮將中芯國際列入黑名單 因為美國政府內部就得出了一個結論 對中芯國際出口的商品 最終可能就會被用在軍事用途上 帶來不可接受的威脅 美國制裁中芯國際 其實的影響就非常之大 因為之前美國在制裁華為的時候 就已經限制了他們 取得高端芯片的途徑 使得所有的美國企業 乃至是在生產芯片過程當中 有使用到美國技術的企業 都不夠膽再向華為供貨 現在美國政府似乎是想照版煮碗 將圍堵華為那一套 套用到中芯國際身上 如果美國真的走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切斷了中芯國際 取得美國一些重要的軟件 以及製造芯片設備的途徑 這樣就會使得 其實中芯國際的供應鏈是出現問題的 到時中芯國際就很有可能 不能夠再從美國引入一些高新的技術 最後就只能夠依靠糖水滾糖魚 但是眾所周知的就是 依靠大陸的技術自主研發 和生產的芯片 那個線程 現在都只不過是28Nm 但是台積電的技術就已經是去到3Nm 中間那個科技距離是差10年以上的 如果美國政府真的要制裁中芯國際的話 分分鐘會使得大陸半導體行業的供應鏈和產業鏈 都是出問題的 那麼究竟中芯是怎樣來研判這個問題呢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就提出了三點的見解 第一他就說中國在這場中美大博役當中 已經是站穩了陣腳 那麼他的解釋就是 中國在貿易戰最高峰的時候損失都有限 現在疫情更加是控制著 經濟恢復了正增長 力量建設也都是返回到良性的軌道 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這些都是標誌 那麼我就覺得這些純粹在催牛 大陸真實的失業率是多少 那麼大家都心知肚明 外貿訂單回來了嗎 第二點就是 他說中國要擺脫對美國的科技被動 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整個信息產業 都是建立在半導體科技之上 而美國就牢牢控制著這個半導體科技 因而佔據了對華科技戰的制高點 這一點我就挺認同胡錫進 他自己也承認了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科技距離 是有一定的差距 起碼他肯認這一點 不會連這一點都蒙蔽自己雙眼 就說中國已經領先了美國的科技 但是他說完這個 客觀事實之後 他又有一個主觀的評價 他就說中國不但要補短板 而且 就要好像擁有核武器一樣 跟美國形成確保相互摧毀的格局 這樣中國的科技和經濟安全 才會堅如盆石 那怎樣形成這個 所謂相互摧毀的格局呢 胡錫進就說 在一些關鍵的領域上 中國要走到美國的前面去 形成跟美國的交叉制約 這方面我就真的不理解 到底中國有哪一個科技範疇 是可以走到美國的前面呢 如果你說這個5G網絡的話 喂實情 蓬佩奧就已經提出了一個 淨網計劃出來應對 是不是 那基本上 華為就已經是沒有運行 沒有得發揮 好了如果你說TikTok TikTok就已經被特朗普動動了 是不是 雖然 中國在輸出這個軟實力 輸出這個文化影響力上 的而且確是做得很成功的 是俘虜了很多那些年輕人的心 就是走去 全副精神去玩這個TikTok 拍攝了那些一分鐘以內的短片 毫無營養的 全部都是無聊短片 看到你人都溫溫彈彈的 但是特朗普現在就已經出手了 說要封禁他 好了如果你說騰訊 沒錯 那個wechat的微信支付 的確是很強大的 還使得不少商家 逃稅漏稅 但是特朗普現在又走去封禁微信 雖然美國的法院 叫停了特朗普這個封禁的措施 他們的原因就是要保障美國人的言論自由 但是反過來都說 美國的法院叫停禁令 同時也是 保障某一些勢力 或者某一些企業 去鉗制言論自由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微信有一些關鍵字是不能說的 你一說 分分鐘整個帳號 就是被人禁止了 不能再說話 比如說在微信上 說八九六四 分分鐘 那個帳號又會被人註銷 甚至乎連信息都沒有辦法發出得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監控 好了說回胡錫進的第三點的研判 他就說中國是需要真正的改革 改革的核心所指 就是為中國的社會 營造在美國戰略圍堵之下 的發展力和創新力 其實他說這件事 那個原意是對的 中國事實上就需要真正的改革 但是這個改革的本身 不單止是要發展力和創造力 而是說 要有自由和民主 世界上你找不到有任何一個國家 在政治上他是專制獨裁而封閉 但是在科技上 他是創新而領先 是找不到有這些例子 就算有些國家他在政治上封閉 但是 貌似在科技上是很高薪 這些科技都不是他自主研發的 一定是靠輸入外國的科技 因為沒有了民主和自由作為基礎 根本上那些科學家 還怎樣能夠 去研發一些新的東西 才行 就算研發得到 都會變成 跟政權與虎謀皮 比如說 研發一些監控技術出來 鉗制人民的自由 這樣就不是創新 而是倒退 所以胡錫進說 中國需要真正的改革 他是言不由衷的 這個立論本身是正確的 但是他的論點是有問題的 好了 然後 到底 中方的對應辦法 是怎樣 就似乎是搞 全民煉降式 來投入 資本 去搞這個芯片行業 但是 有很多這些半導體的企業 在未上馬之前 就已經是墮馬 已經是宣佈爛尾 最強的那一局 當然是武漢橫心 連光刻機都抵押給銀行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中國準備要制定一套全方位的新政策 在2025年之前 投放9萬5千億人民幣 發展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來應對美國政府所實施的限制 但是正如 任正非所說 不是說你扔錢下去就可以 你扔錢下去分分鐘 只會扔了下去的 鹹水海 科技一定要用時間 來浸淫出來 不能夠 是這些 壓苗助長 打算放錢下去 就搞得 人才培訓是需要時間 研究開發是需要時間 而且不僅要時間 那麼簡單 還要社會上一個相對開放的氛圍 去配合得到 如果不是 根本就很難發展這個高新科技 現在一窩蜂大陸各省市 去搞這些半導體的企業 最後很多都是爛尾收場 有幾間特別規模大 已經被大陸媒體自己點了名 比如說武漢橫森 南京德科馬 和陝西昆彤 每一個項目都是投資巨大 並且有地方政府參與 注資 但是項目 最終都是 爛尾收場 有大陸媒體批評 這些項目 不僅是白白地消耗了政府的投資 亦對建設公司 欠下了大筆債行 因為有些項目 連蓋廠房的錢都付不起 實情來說 中國的高新科技行業 長期以來 都是靠 輸入外國 尤其是輸入美國的零部件 來到大陸裝陷 比如說華為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有很多東西都不是自主研發 就算做了一個裝備出來 裏面有很多零部件 都一定要靠外國輸入才能做得到 故此 這個究竟是一個高新的行業 還是一個裝陷的工業 是不是 就算說大陸的國產飛機 我之前看過一篇文章 原來裏面有很多東西 根本上要靠外國的 輸入才能搞定 比如說引擎 諸如此類 那些最重要的零部件 就不是自主研發 相反飛機的椅子 塗裝等等 就是大陸的自主研發 那有用嗎 那些東西 根本上就是不值錢 所以 其實胡錫進的判斷都是對的 中國是要真正的改革 但是若然 一天在政治方面 不作出改革的話 就算你怎樣來 出錢 出力 出心 在其他方面 搞什麼改革 最後 你也是走回頭 經濟改革 就已經是一個 最好的例子 這一節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